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点不是很平衡 技能多的解锁 可惜CD稍微偏长 但这个掉落率非常有感 拿来当作增伤使用也很不错 队长技上调成半减 不过高火力没有被写 队长不是说很泛用 进挖后是光属性超强的恶魔杀手 本身的觉醒很全面 搭配combo强化 也是一个很好的打手 外加还自带一个完全防毒 让角色的辅助定位也很明确 队长技很强 22倍多色的高火力 防攻击type也没有什么大碍 甚至可以混搭大版面的云魔女使用 可惜线环境并不是多色的主流 作为队员的发展空间会比较大 装备是当时少见的新追打武装 多了两个邪魔耐性 追打武装现在已经有免费的装备 所以这个装备价值也不是说很高 虽然属性吸收偶尔会用到 但二技存到相对比较困扰一些 欧飞 50%以下输出手 上修后多了一个贯穿 实用性比较高了一些 技能的复合式效果 智商却有把回复转掉的问题 不是很好的组合 队长技也只有减伤 不会用到 第一个进挖形态 多一个SB 和一秒手指 觉醒偏弱也难使用 队长技在半血以下有半减 可惜倍率低 技能也不实用 队长队员也不大推荐 第二个进化形态 是当时少见的10COMBO特化打手 上修后多了一个SB 技能蛮强的 常见的光暗回复三色阵 外加减伤 可惜没有增加解锁 减伤的幅度也不高 比较难进一步强化自身觉醒的特色 队长技是大版面 没有背血 只有减伤 也不建议使用 装备是防绑装 但重点是技能很好 99回合暗珠掉落率增加 还有光暗恢复的三色阵 可以提供需要很多暗珠 队长的需求 虽然幅度不高 但也不无小补 存到第二次还有三色阵可以使用 在本体完全没有必要的情况之下 可以优先转装备使用 克里奥 进化前的觉醒 多了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到的10COMBO强化 技能很强 但我们等等再来看 队长技能任意的5颗有半减 但倍率只有15倍 不好使用 进化后这个性能 在当时刚出来的时候啊 是光属性里面少见的强力贯穿手 搭配超觉醒 还有一个2倍输出 这一次的上调多了邪魔耐性 或许在未来会更有使用的机会 技能是CT3的光恒牌生成 虽然有这个负面效果 但可以用来抵挡敌人的基减负面状态 虽然在光小狼出来后 技能看起来比较弱了一些 考量到非变成角色的状态下 我认为还是很强 队长直接上调到HP2.5倍的形态 只是倍率只有15倍而已 偏少不推荐 装备是少见的新强化配L字组合 技能的上下生成 曾经用在速刷上 只是觉醒现在看起来也比较偏弱了一些 耐性也不足 目前不推荐装备化 进化前的中介 多了一个章鱼烧 超觉醒也多了一个章鱼烧 觉醒偏弱 从来没有用过 技能的延迟配转色 以现在看来是比较偏弱的 队长需要到三串才有15倍 不会有机会用到 进化后是4SP的平坎贯穿手 外加追打 这类的觉醒在暗属性里面角色不少 理想上如果技能的CD再短一点的话 或许队员的价值会比较高 队长记忆限定机械type这一点 就让角色没有可以使用的机会了 另一个进化的形态 同样上调成4SP 外加5色加速 攻击觉醒偏弱 技能是少见的全色固定生成 有5色加速可以6回合打出 这类的技能限定版面 没办法针对特定颜色提供火力 也不是很适合放在多色队伍中 队长记忆需要消到10字 不会用到 上次介绍完了中介的新形态装备 这次来看一下旧的装备 空带君 技能是游戏里面最短的交换队长技能之一 在过去看来是真的很稀有 不过在刚好合作之后 有一堆CD18的交换剂 让装备的价值不比过往还要来得高 但觉醒有防云加上两个方案 我觉得这才是凸显装备价值的地方 可以同时补充两个耐性 让所需的技能更少 从装备的优先度来看 我个人会推荐以新的形态为优先考量 除非有抽到第二支 才选的碰台君 天鸟 4SB 上修后觉醒多了一个SB 成为有6SB的角色 但觉醒太差了 不会因为SB而使用 技能多了属性吸收武效化 外加二色阵 CD过长不好使用 队长记忆是早期强力的水光队长 但没有背回 血量难以撑回来 进化后多了风调耐性 当时是跟游戏王的海马并列的贯成输出手 同样受限于技能的问题 过长导致使用的体感偏差 队长记忆从减伤到半减 火力没有改动 连15倍都不到 算是相当可惜 装备是SB的延迟装 我个人在使用的机会蛮多的 原因就在于技能的二技存到 可以拿来当作大炮使用 攻略关卡上 也有延迟的特性在 在选择SP装备的时候 选项会更丰富 不过不用勉强为了装备而冲 再来是六星的部分 减弱 上修只多了手指而已 过去角色因为强烈的攻击觉醒 有拿来用过极练的练点编程 现在有修罗关卡的出现 强队需求也变得比较少一些 建议保留数量是两只 阿梅莉亚 上修多了SP加 超级型可以特化回复强化 过去在使用时 可以作为攻击type的回复要员 现在的队伍多半自带回复加成 让角色变得相对不需要 技能多了光属性攻击力上升 CD偏短 可以作为覆盖基减使用 这一只同样是skin角 不过不建议购入 推荐数量是0 跌落是 这只角色不知道在排行榜上 帮了我多少次 技能是一回合 四射阵天降 全版面同样的四射阵 这个效果啊 可以同时确保现版面的输出 也可以祈求高天降 在特定关卡上有很高的使用途径 一般关卡则没有 上修后多了一个7combo讲话 超级型也可以特化贯穿了 对龙type的火力很不错 但问题就是技能不含回复 在一般的队伍上并不是很合适 建议保留数是两只以上 另 这个啊也是无可取代的排行榜耀元之一 技能是CD最短的固定双色阵之一 在过去的排行榜上一直出来 而且一出来一次就是四只 让很多玩家在编程上都无法参考 虽然现在的关卡 又在避免让玩家使用类似的角色 但不敢否认未来还是有可能会使用到 建议有抽到的话一定要留下来 最多可以到四只 不过没有打排行榜玩家 可以不用特别留 屁孩 觉醒只多了SB 和超级性有防云可以选择 过去角色的优点 就是很平价的大版面目属性队长 技能的减商不错 队长既有HP两倍生存力也高 在很多的编程上都可以看到 只是额外的两个协力强化并不是那么好用 加上现在还有精灵王可以选择 不见得需要再次使用到他们了 建议保留数是1 技能在上修后 多了觉醒无效五回恶恢复 算是比过往还要更强了 外加解锁和三色阵 组合本身很不错 觉醒多了贯穿 可以针对机械和平衡 有不错的贯穿火力 只是火属性在有点针角色出来后 机械杀火力就已经有过剩的状况 Melissa现在看起来是弱了很多 建议保留数是1 Kurzu 觉醒已经没得上修了 超觉醒也没有进一步强化 算是蛮可惜的 他是早期少见的4XP角色 外加还有超多的木珠强化 撇除技能很差可以靠2技解决 是很好用的角色哦 只是现在这种性能如果没有其他更好的觉醒 4XP也不算是特色了 角色可能不会再被使用 建议保留数是1 好的 以上就是剩下的角色介绍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富士剑在现在看起来 已经没有当时角色刚出来的时候那么震撼了 旧有的上修不会说不到位 但期待可以更多 能力数值没有合作角色特有的语音强化 也比较偏低了一些 是我觉得可惜的部分 不过啊 很多角色的不可取代性都很高 建议大家如果有喜欢的角色 可以投资在上面 像我就是一个会为了丽娜而抽的男人 这一点就偷偷的 在结尾跟大家说 希望每个玩家都可以顺利抽到想要的角色哦 那今天的影片在这边改个段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